接着带您看到的是第三届花莲县金牌农村出赛 共有37个社区参赛 出赛的结果是由寿丰休闲农业区 以及光复乡大全社区夺的金牌 将要代表花莲县角逐全国决赛 让大家看见花莲农村社区的魅力 丰山社区理事长表示寿丰休闲农业区历经三年的努力 在县内131个农村透过农村再生 与地方结合活楼社区找出农村发展的方向 盘点农村资源才能够让寿丰休闲农业区发展成长茁壮 也让自己的社区更具有特色魅力 大家很兴奋 那一天大家很兴奋 因为他们没有事先跟我们讲说你们有没有得名 我们团队里面有七八个都在那边 大家都一直在等待 本来以为已经没有名次了 因为他是从最基本的开始搬起 搬到最后铜牌银牌金牌 我们后来听到金牌的时候 大家都激动的都跳起来 寿丰休闲农业区总盖师也指出 寿丰休闲农业区横跨 为了要能够在全国获得最佳的成绩 目前正积极盘点与筹划修区内的内容 这五个村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休区范围内 就是风山村 风里村 风平村 寿丰村跟共和村 其实我们的休区业者其实都分布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我们在统合上其实因为有些业者他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譬如说丽川啊 然后小雨花 起来美帝啊 然后还有江玉保游进农场啊 其实都在我们的休区范围内 然后在统合一些资源的时候 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休区范围内其实蛮多资源的 譬如说考古馆啊 还有我们农会 其实我们的资源是蛮多 所以我们在统合上目前都还OK 我们希望就是来到我们的农村里面 然后可以以低碳的方式去看看我们的生态 看看我们在日剧时代的一些文化 获得金牌的寿丰休闲农业区 已完成了在地资源组织面向的整合 展现出拼竞决赛的企图心 一路走来都贯彻着对土地爱护的信念 以及对自然生态保育的珍惜 记者林杰 寿丰箱 采访报道